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,上午9点,还没开盘,我下载了一个软件,是EV录屏,所以我来试一下,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,尝试一下吧,那正好能够录屏的话我就说一下,就是我不是经常说,为什么说那个大行情还没到,就是说,其实就看这里啊, 你看啊,这个位置是2020年的3月23号,24号,在一波行情开始,23到24到现在为止啊,都是坑坑洼洼的那个斜率,我说的那个斜率往上就这个意思,斜率往上,斜率往上这个东西啊,它不知道有几层能够斜率一直往上,但是绝不出不了大行情,但是呢,最长的这种斜率往上能够走两年,你看啊,最典型的就是16年, 16年到整个18年,你看16年的,从16年的那个,1月份开始,严格的说可以从16年的1月份开始,我们这里就从5月份吧,你看一直是坑坑洼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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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洼,但永远出不了大行情,一直到3500年,从2600到3500,走了两年,走到2018年的1月,不行了,又下来了, 那出所谓的,那整个16年的1月份,到18年的1月份,两年,可以走两年,但是整个区间呢,2700到3500,800点,就800点走了两年,对吧,你如果可以说,你在这个800点里面,你可以强弱 涨换得很好的话,那当然也可以做了,就像现在的行情一样,但我建议如果你,我的建议是这种行情,最多30%参与了,那我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一段呢,因为我觉得这个跌下来就会跌得很深,就像18年,整个18年我都没做,就是因为我能够预见到这一步,但我,这个19年,包括这个19年这一段我都没做,19年的1月到4月,因为我知道19年的1月到4月就是一个反弹, 我一直到什么时候,就是年底的时候,回来的时候就这里,我觉得这个整理啊,你看,就是从19年的5月9号,到19年的12月,这7个月,这个平,让我觉得很舒服,为什么任何一个大行情的出现,都是一个平行整理出现的,那么我们如果把19年的5月到现在,都展示为一个平行整理,那后面这个大行情就厉害了,你看,这里是比较平的,对吧, 如果是一直走平的话,那后面的大行情就厉害了,我们看以前的啊,最典型的是看那个2013年啊,2013年的结构性行情,就是那个创业版,从2012年的12月开始,创业版就来了,整个创业版就来了,但是走得坑坑洼洼,大版走得坑坑洼洼,但创业版是牛的不得了, 真正的大行情,你看,就从这里开始整理啊,从14年的1月,到14年的7月,那整个都是平的,看到吧,就这里一段,1月到7月,都是平的,然后呢,大盘一定要连续放量,这里其实7月份开始是,我记得应该是证券股,连续放量,连续放量,那就是大行情来了, 你看,我们再看上一波的大牛市啊,上一波的大牛市就是在16年,15年这里还是坑坑洼洼洼的,但是到这里就平了,连续平了两三个月,2015年的10月,到2015年的12月,一直是平的,然后呢,大盘连续放量,从15年的12月开始连续放量,那就是大行情来了,大盘我们,我们的,现在的大盘从来没有连续放量,所以大行情没有来, 这就是我的判断,而且这个鞋类不是平的,不像以前的大行情是平的,最多充其量就是,结构性好情,就像这个,16年的1月到16,2018年的1月,这个结构性好情,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结构性能有多元呢,你说不参与呢,也比较可惜,为什么呢,这里现在毕竟不像2016年的,那个1月到那个,2018年,这一段,那么我以前,为什么,我为什么说2016年1月到2018年, 是危险的,因为这是,这个是从2014年,2015年,这波大行情,刚刚跌下来,这波如果跌下来的话,16年的1月到18年的1月跌下来的话,会调整很长时间,但是现在是2020年,离那个14年,15年,已经过去五六年了,所以,另一波大行情,不远了,所以这里,即使是,斜率上升的话,跌下来,你再套一会,大行情就回来了, 也就是说,这里套的时间不会太长,只要不退市,还是那句话,只要不退市,好吧,然后我们再说一些基本面吧,周末我说的那个,出了一个视频,说那个科创版吧,是说那个指数改革,说有可能是为了大行情的准备,对吧,但不是让你们现在去买,所以说今天录这个视频的意义就在于,不是让你们去买,我是认为,现在这个斜率上升,不是大行情的开始, 必须要调整,或者说走平,两三个月,三四个月,调整,往下,再走平,那是最好的,所以说,现在我也只有30%的仓位来参与,好吧, 那么今天,现在还没有开盘,只有9.07分啊,我觉得哈,有各个方向都指向科技股,非常好,为什么,一个是中芯国际要上市了,对吧,另外一个是,周末有个消息说,罗素把那个A股纳入板块,指数板块了,那么它就会被动的去增加300亿左右的那个A股,它是被动要持有的, 就是基金一旦把一个,怎么说呢,一个样本加入它的标的的话,它必须要买这个样本的股票,啊,公募基金还有呢,我的公募基金的那个配售啊,最近都非常火爆,出来一个50亿,100亿都,都会卖完, 所以说,这些公募基金卖完以后,它也是被动的,一定要去买A股的,那会买怎么样的A股呢,只有是那种龙头,篮球,高科技了,那特别是罗素,像罗素这样的国外企业,它,它,它是有自己的性格在里面的,它骨子里就是,对于科技是崇拜的,对吧,那么,怎样的股票是科技,又有科技又有,但是它也知道我们A股的科技, 是从起点到高点,又会回到起点,起点的,那么,只有大消费,医药,是可以穿越英雄的,那么,什么样的股票可以,即使大消费,又是那个,科技那里呢,我个人感觉只有生物医药,基因工程,对吧,又有高科技,又有大消费的概念,交叉在一起,所以生物医药和那个,基因的龙头,应该重点关注,对吧, 另外一点,我可能会,它去编一个,就是说那个,特别的板块,不是做自选啊,因为很多软件里面,就像我这个软件,也可以去编很多的那个,嗯,板块,你可以编一个,科创50板块,为什么呢,科创50的话,它,我昨天说了,那个科创50,它作为一个先锋的话,很有可能被作为先锋,拉起来,因为这里面都是科技, 不是什么威啊,就是什么科啊,什么生物啊,什么,对吧,所以说,如果我是一个,要做这个盘的话,我一定会把,整个盘的话,我一定会把,A5,科创50,先拉起来,科创50拉起来以后,那就可以带动整个主板的武林拉起,科技股拉起来,行情不就来了吗,对吧,当然现在不会,为什么呢, 从逻辑上来讲,最要紧的,最要紧的,不能输的,社保,它还没解释完了,就好,对吧,这都是我的猜想啊,它公告出了要6个月内,10月底,再安排一下,重新布局一下,最起码也要年底吧,对吧,今天我,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说过的,所以说我今天,说的比较快啊,整体的思想,构架我都说的比较快,因为都是以前说过的,不知道,都听明白了没有,总结一下, 就是现在30%仓位,如果一定要调仓换股的话,尽可能偏向于科技,国有控股的,然后呢,科技如果被套住了,国有控股的,基本上不用割,好吧,然后其他的自己理解吧,好吧,今天还主要是为了录这个评,那么今天先这样吧,还是老规矩,如果想了解聚能单,条件单,自动坐替的,联系我, 想将用佣金的联系我,谢谢大家,拜拜